玩線上遊戲還可以當勇士 由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邦尼優公司 與伊蘭縣政府共同策劃的 環保防災勇士PK賽 特別設計一套遊戲 只要答對問題就可以佔領土地 讓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 加深環保防災知識 伊蘭縣環保立憲 那今天呢就是環保防災 那我們呢伊蘭縣政府的縣政推動 就是希望呢能夠呢環保 讓下一代在乾淨的城市 來所長長大 然後呢我們也配合 這個聯合國 這個SDGs永續的發展 同時呢對我們的小朋友呢 我們的重視 有競爭有比賽就有進步 那防災呢大家都知道 一防正義治療 希望呢讓傷害減到最低 全縣67所國小200位同學 參加PK賽 最後選拔出的冠軍 也將代表伊蘭參加國際盃環境 教育電競大賽 除了競賽外也透過遊戲攤位 宣導環保觀念 所以讓小朋友自己看文字下去 下去挑說該分類該放在哪一個 哪一個地方該怎麼回收 教小朋友回收 一般不知道的比較 應該都是這種小物件 因為一般我們家庭這種小物件 他不會去回收 都直接丟掉 對 所以我們就是用小的容器 把它裝起來 然後回收的話 會比較不會割傷 不會讓回收人員受傷 空氣污染水污染都與生活息息相關 如何珍惜環境資源 也是每個人的功課與責任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